孟吉尧 你这是来看我笑话的 孩儿啊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听闻你昨晚高热不退 我这做母亲的不来看看 哪能放心呢 你这毒服是来看我是否还活着吧 我没死 活得好好的 你是不是很失望 怎么会失望呢 哪个做母亲的会希望儿子应年早逝啊 少在这猫哭耗的假慈悲 我会如此 还不是拜你所赐 儿啊 我能成为你的母亲 也是拜你所赐啊 他心里暗恨 早知如此他就不该逃婚 他就该将这毒服娶了 让这毒服为婉儿铺路 再寻个错处将这毒服休息 然后娶婉儿为妻 谁是你儿子 一个破路互为了潘高枝 嫁给未婚夫的父亲 你要不要脸 我要是你 就该找个清净天 一条白铃了结于生 省得留在世上丢人现眼 放肆 父亲 他嫁给前未婚夫的父亲丢人现眼 那为父娶了儿子的前未婚妻 是不是也丢人现眼 父亲 父亲 儿子不是这个意思 他一个受害者应该了结余生 那你这个大婚当天就与人私奔的罪魁祸首 就应该活着了 但凡你有点担当 事情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作为侯府世子 你连最基本的担当都没有 事到如今却还不反省 将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且不敬长辈屡教不改 这样的你 如何能担当大任 父亲 儿子知错 秀明 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夫人 我们走吧 让他在这儿好生反省 父亲 顾景熙停下脚步 瞥了眼春柳 示意他离开 委屈了 那倒没有 哪有做母亲的 会跟儿子计较的 儿子不省心 妻子毅然 区别在于 一个行为恶劣 一个会闹腾 安分点 下回我不一定在 夫君 你是担心 我会被女儿子欺负 夫君放心 求他 欺负不了我 夫人 你好端端地 招惹他做什么 夫君 我哪有招惹他 这不是听闻他高惹不退 特意来关心一下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 可是顾景熙一个字都不信 夫人还是少点关心他 那逆子不配 我是长辈 跟晚辈姬叫什么 况且 他不听话 不是还有夫君帮我教育他 这次是我刚好在 若下次我不在呢 给你吃吧 utation 装 阳